對中興這個公司來講是很致命的 因為它是點名的 這家公司以後就可以買美國的零部件 那對這家公司來講 它可能以後那個股價 或是它那個公司的利潤也會受到很大影響 其實中興之前也已經發了款 發了十億美金 但是那個時候它已經大概財源一萬人 現在在深圳可能也有大概六萬左右 但是如果你以後都不可以 就七年之內都不可以 我猜以後有一連串的後果就是 不關於它是沒有利潤 而且整個深圳那個行業 整個深圳那個經濟房市樓市 也可能會受到影響了